健康是福 溫泉、丁欣、車心梅、林有榮 朱曼子等聯合播演 爸爸, 開飯還看報紙 來了來了, 接下來 又是這些菜嗎? 不是這些菜, 你想吃狗大鬼嗎? 我想也不敢想 但是吃晚飯, 蒸條魚也可以吧 你很想吃魚嗎? 明天晚上就蒸條給你吃 你也不知道搞什麼鬼 兒子特地買一間屋給我們住 讓我們享享清福 誰知你搬來這麼久, 你是祭祝我這麼久 也不知道你怎麼想 我現在很刻駁你嗎? 有蛋有菜, 還有兩碗臘腸 兩個人吃, 不是吃這些, 想吃什麼 兩個人吃, 都不用餐餐也是這樣的 你這麼嘴唇, 你去賣菜, 你去煮飯 你也知道我吃東西很隨便 不過不值得你餐餐也是節省我 兒子和媳婦一回來就大魚大肉 好大小超 你這麼說 兒子和媳婦一星期才回來吃一次飯 難道做鹹魚青菜給他們吃嗎? 哦, 即是說我餐餐在這裡吃就要熬鹹魚青菜 那我們也一把年多了 好有一餐, 不好有一餐 要不要動爹在這裡吵架 你猜兒子賺錢很容易嗎? 兒子沒有吃過我們的家用 是你剋扣我的伙食 喂喂喂, 你不要這麼說 不是嗎? 他每天都給我的錢用剩了 我儲了他, 將來還給他 你也多餘的 兒子有叫你這麼做嗎? 他沒有叫我這麼做 但我知道他辛苦 學似你 一點都不想兒子賺錢辛苦 哎呀, 辛苦是找來自在吃的 他給得來 自然就希望讓我們兩路自自在在 生活過得好一點 誰知道反而比以前住政府房子還差 你也會說 那時候住政府房子月租都是一千多元 現在這間居屋每個月供幾千元 那我們省得就盡量省 讓兒子不用幫我們供得這麼辛苦也好 我不是說不省 但以前我們下午都說喝一鍾兩拳 現在星期一炒蛋, 星期三又蒸蛋 你也把豬扒、叉燒、白節雞給我喝 哎呀, 你上了年紀了 還整天只顧著吃這麼多肉 沒有膽固醇才奇怪 人一輩子一輩子 就是上了年紀 才應該喜歡吃什麼就吃什麼 吃得幾多年 嘗嘗嘗嘗嘗 說完這些話, 你有誰說過 那是吧 趁吃得很快點想吃就吃 過了幾年, 想吃也未必吃得下 哎呀, 怕了你 想吃多點肉 不然就買回來煮給你吃 別在這裡煩 你讓我吃夠了, 我就閉嘴了 那怎麼樣 這頓你吃不吃 不吃我就收碗了 吃, 什麼你吃 老爸, 我出去買菜 你先不要外出, 我沒有帶鑰匙 行了行了, 走吧 早安 早安 新搬來的? 是呀, 搬來一個多月 怎樣稱呼? 我姓陳的, 叫我陳太太 陳太太 你呢? 人人叫我做二嬸 二氣過二 和兒女一起住嗎? 不是, 只是和老公住 間屋是兒子買給我們住的 嘩, 兒子這麼孝順 你真好命啊 算是這樣的 其實我也不想他這麼重擔 不過, 他說想我們安享晚年 那就順一下他的意 對呀 對呀 年輕人要孝順你 就讓他們孝順 要不然你多推幾次 習慣私勢也不理你 是啊, 是真的 對了, 你有多少個子女? 兩個都是兒子 嘩, 這麼好命啊 還好命啊, 老氣死呀 讀中學了 過多幾年就可以出身來敲敬你 忙也這麼忙 對了, 這麼早去喝早茶? 喝茶沒那麼早, 買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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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說起買菜 就真的頭痛了 唉, 有哪個主婦說起買菜不頭痛的? 那不是 一進去街市 想到頭都緊了 都想不到買什麼 你也好啊 只是煮給一個吃 我? 一家四口 三個藍丁 個個放工放學回來 整隻餓鬼一樣 賣少點東西都不夠吃 哎呀, 我那個豈不是更壞? 厭佔整門 昨晚才給他餓鬼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買菜 我不管的 有本事你自己煮 沒有本事我煮什麼你就吃什麼 如果誰吵圈巴閉 就不讓他吃 那你就夠權威 你也是買菜吧? 是啊 不過去慣以前住那裡的街市 十幾二十年 新搬來這裡不熟的地方 總是很不習慣 慢慢就慣了 怎麼會慣呢 這裡的街市的東西這麼貴 和我以前住那裡 左近是有兩個街市 我可以走運 看過哪些最便宜我才買 差很遠 你要買便宜的東西? 當然要便宜的 越便宜越好 那你找對方吧 問我吧 你認識的檔口可以賣便宜一點給你嗎? 便宜一點? 便宜得多少? 不是一個多好 我兩個兒子正是發育時期 吃東西好像賭水一樣 所以我左鑽油炒 終於讓我找到一些便宜得你不信的檔口 真的? 那便帶我去買 看見跟你挺好聊 來,跟我來 好… 來了… 你有沒有去久一點? 幫忙拿東西 好… 你幹什麼? 上倉嗎? 買這麼多東西? 如果不是買這麼多東西 要不要去一個多小時那麼久? 你幾十歲了 要買的就分開幾次去買 一支拿這麼多,拿死你嗎? 忍不住手 要買的嗎? 轉成嗎? 昨晚被人說一次就大破省囊 當然了 免得被人趁機向兒子告狀 說我刻薄他 不敢不敢,怎麼敢 有什麼連銀魚青菜都沒得吃 那便算你自己 喂…你炒什麼? 沒有,看你買了什麼 送菜來來都是那些東西 有什麼好看? 不看便不看 這人就適合你看 報紙,謝謝 好,看看今天有什麼新聞 又有人中毒? 中什麼毒? 不是那些烤喘磚內狀 那些人做生意也是的 明知道會吃壞人就不要賣了 值得一些陰德,真可憐 哎呀,賣掉這些東西的人 怎麼會理你死的? 跟你說心嗎? 那是呀 正正經經做生意 一樣有得賺的 說來呀,幾時都是旁門左道的 賺錢多於我們的正經人家 你看看,你說是否可憐 喝一頓豬潤湯 都搞得一家大小進了醫院 真是… 老實說,這陣子 你千萬不要買那些豬潤 豬腰等回來 不要讓我臨腦過不得細 知道嗎? 神經病 你不知道就行了 免得理你,先拿東西進廚房 下午吃甚麼? 你說恨吃這些 這是甚麼?你不煮嗎? 煮小餐也可以吧 叉雞雙拼? 別說我欺負你 雙拼起碼二十四元一盒 尼油一盒 豈不是五十元? 轉死性嗎? 你吃就吃吧 有得吃又彈,沒得吃又彈 正是百彈債主 是呀… 閉嘴,不閉嘴 你喜歡吃嗎? 每天買給你吃都行 來…吃飯… Play 隨便吃又要吃菠子 聽說的便知 就知道了 阿敏, 怎麼這麼早 好, 還要回來吃 阿萍也回來, 好… 是嗎? 那花奇心雞湯, 行了… 行了, 別這麼晚了 再見… 什麼?我沒人回來吃飯了 對呀, 那個傻子問 今天不是星期五, 可不可以回來吃? 好呀, 又有餐好的食 別在兒子面前亂說話 否則他真的以為我欺負你 那你最近也有些轉性 還有, 兒子說, 最近兩夫妻都很熱氣 要喝花奇心湯, 清一下熱 是呀, 是呀, 煲給他喝 他兩夫妻一個星期都沒有多少餐吃住家飯 對了, 花奇心, 家裡沒有了, 要買… 那我和你一起去買 我看你一定有很多東西要買 不用…我自己去就行了 怎麼了?想做二十四孝老公也不給嗎? 我免得你站在我旁邊, 左頭左小 怎麼會呀?我幫你拿東西 都說不用了, 我自己去就行了 好了…你自己去吧 好心就穿雷屁 打個電話給陳太太 喂, 陳太太 對呀, 是呀, 二嬸 你去買菜沒有? 我今天有很多東西買 好…那門口等吧, 再見 再見 怎麼了?和人家很熟嗎? 每天約會一起去買菜 人家心碎清, 知道哪一檔便便 哪一檔鬼, 都不知道多好處 別煩人家那麼多 免得人家氣你又不是 說你又不好意思 是你不懂, 寶社說我煩的 我在外面, 都不知道多受歡迎 哦, 那你今晚就煮小碗飯 蛤? 怎麼煮小碗飯? 嘿嘿, 讓你聽到這種話 不吃的都已經先飽定了 哼, 我也免得跟你說 嘿嘿, 陳太太, 早安 早安… 喂, 今天做什麼事? 說有很多東西買的 沒有, 我兒子和媳婦回來吃飯 今天不是星期五 他們說忽然間恨吃住家飯 對, 我要買一隻雞煲花旗心湯 讓他們清熱吧 雞嗎? 對… 有一檔很便宜的 是嗎? 買兩隻等於人家一隻的價錢 這麼便宜? 對 你又這樣快點去吧 總之跟著我吧 包你買便宜的, 買得手軟 這樣就買了, 走吧… 好, 當然了, 沒人回來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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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老爺 這麼早? 媽媽還想著你們差一點多才回來 做好事就早點回來 媽媽 回來啦 坐一會吧 很快就可以吃了 奶奶, 我進來幫你忙 不用了… 你們坐吧 等我來吧 媽媽煮的菜真的很香 不用了 不用了 你媽媽我進廚房幾十年了 煮得不好 怎麼都這麼肥肥白白 阿萍, 到位置吃吧 老婆, 坐在這裡 爸爸, 你看看 你兒子多疼老婆 你做爸爸要學一下 是嗎? 老媽子, 請坐 奶奶, 老爺不是一樣疼你嗎 做給你們看 吃吧… 老爺, 奶奶, 吃飯… 吃飯… 老婆, 酸甜排骨, 適合你 謝謝 先喝一口湯, 煮了整個下午了 謝謝, 奶奶 不用了 很甘甜 當然了, 用兩隻雞咬 是嗎? 怎麼這麼重手 當然了 不能放那些材料 我也免得浪費柴火 很好吃 媽媽 很好吃 可以嗎? 可以帶走嗎? 有呀… 我已經預約了一壺給你們帶回家 現在儘管喜歡喝多少就喝多少 是呀… 阿萍… 阿萍… 多喝一點吧 可以了 爸爸, 你也多喝一點 當然喝 你們不回來 我真的沒什麼好 不是想在兒子和生母面前數落我嗎? 不敢不敢 這幾天才說好一點 難道想被人打回原型嗎? 爸爸, 你和我媽媽搞什麼 對呀… 我們也聽不懂 是呀…你們不會明白 因為… 一定不會發生在你們身上的 吃飯吧 你 剛才幾十歲的人 還這麼喜歡說完這些無謂的事 吃飯… 吃飯… 爸爸、媽媽 你們鬥嘴都鬥了幾十年了 都不厭 阿萍… 怎麼了… 什麼事? 怎麼了? 好肚痛… 肚痛? 為什麼會肚痛? 好痛… 不行… 不行… 很痛… 怎麼樣… 你們不要嚇我 老公… 你也肚痛… 很痛… 爸爸… 不是… 叫十字車 我真的很痛… 十字車… 狗狗狗… 我們這裡有人成為中獄 對呀… 麻煩你們回這塊十字車來吧 是呀… 阿萍… 喝杯水 麻煩你,奶奶 不用了… 不用了… 好了… 我快要有孫舖了 你還好說 你差點累了我的媳婦 累了我的孫子 我怎麼知道會這樣 媽媽,以後不要節省這些錢 我還敢嗎 奶奶,算了 我們現在沒事了 你沒事我就安心了 不然我以後都不知道怎麼辦 哭不哭不哭 有事呀 你哭也哭不回來 老爺,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你說他 有沒有腦子 十五元隻雞 十八元一斤豬肉 甚至六元吃雙併飯 他都敢買回來家人吃 你說他的腦子生在哪裡 現在正在檢查 都不說一定是那些湯有問題 不用了 你們兩個喝過的湯也有事 不是那些湯就有鬼了 十五元隻 在農場死了那些 那不是那麼便宜 那麼便宜賣給你 那麼笨也有 那陳師奶都買了那麼久 又不見他們有事 聽到那些左倫幼 你三姑八婆怎麼 人家又怎麼回事 人家拿家人交票 你又跟著說是不是 差點就搞到我孫子都沒有了 錯錯錯 現在阿平就沒事了 還說這些事 他沒事猶自可 要不然我和兒子也不會原諒你 爸爸算了 對我算了 媽媽也是想省一點 不用我背得那麼重 阿平現在也沒事了 不要再罵媽媽了 對呀 其實我一陣子都說他了 那人吃得健康 病痛也少一點 不用看醫生就已經省了 對了 對了 媽媽 你這次真的要聽爸爸說 我知道了 奶奶 阿文打算買一間居屋給你們 都是想你們安享萬年 如果為了省火食 搞到周身病痛 我們都會很不開心的 我知道了 阿平 你要自己保重阿珍 第一次懷孕會比較辛苦 我會的 對了 我們都很想那個寶寶 將來健康些 以後想多回來吃飯 始終都是吃住家飯 怎麼也有營養 你們還這樣 幹什麼 罵也罵夠了 我都說知錯了 知錯? 你剛才好說 我不為兒子也為孫子 你以為我是白癡嗎 試過一次還不怕黑 是呀 奶奶不會有下次的 你以為她是為了我嗎 她不會有下次的 爸爸 你沒良心 你一句說想吃叉雞 媽媽就馬上買給你吃 你說六塊雞那盒嗎 不是呀 喂喂喂 你們笑夠了嗎 健康是福 香港電台廣播劇組製作 姚秀寧監製 雷偃研編導 梵青編劇 並且由溫泉 丁欣 車心梅 林友榮 朱萬子等聯合播演 現就經已播放完